天才神槍手,落地就是刚,嗨我是米妮 今天带大家走进和平精英端有绝地求生 一起去看看刚刚重做的雪地地图隐藏彩蛋 更新后这个彩蛋的位置不像是之前在空头洞需要用再继续撞 而是需要我们细心观察集装箱,在绝地求生测试符里 在雪地地图的右上角位置有一个集装箱 位置就是画面里显示的一样 这个集装箱是可以开门进去的,非常隐秘 进去以后我们会发现,蓝洞居然在里面刷物资了 咦,这不是空头箱吗? 在红色灯光下,这个空头箱好像格外诱人 我再看看右边,这好像是轰炸区用的炸弹 难道这里是蓝洞隐藏的军火库吗? 会不会和空头洞一样有一个空头惊喜呢? 我再看看 好像左右两边都是这些 没什么特别呀 不对,这里有一部黄色的车车 还有雪地摩托,这里好奇怪呀 全是只能看不能拿 蓝洞弄这个彩蛋,是为了什么呢? 诶,好像还能下去 这,好像是个大厅 有个椅子和电视机 我们一起蹲下来看看 嗯,好像是四个画面一直在循环播放 估计蓝洞这里又有剧情可以延伸说说了 但是我们最关心的还是这个彩蛋会不会延伸到和平精英里面来 毕竟光子时不时也会更新自己的彩蛋 而端游的彩蛋可能也会更新进去 之前蓝洞的彩蛋空头洞 和平精英也更新了过来 所以可能只是后几个版本才会同步上去 粉丝宝宝们不用焦急 想必这个彩蛋很快就会跟你们见面啦 不知道粉丝宝宝们对于这个隐藏彩蛋有何看法呢? 欢迎你们在评论区说说你们的看法和我一起讨论 感谢观看